新竹市長候選人謝文靜 26號公布了七大社會福利政見 除了在老人福利上加碼 在生育津貼跟中小學新生入學的相關補貼 也提出了津貼補助 同時也提出了整體預算達兩億元 並不會造成市府的負擔 那主要的範圍大概可以說就是安老育幼 那當前整個政府的事件 也是朝安老育幼方向來推動 不管是育兒津貼的補助 或是說長照的推動等等 那我們就市政府財力所及 增加這七項的項目 首先第一個 長期以來我們新竹市 對於安老育幼的花放都是不遺疑 那我們謝市長當選以後 絕對保證續花老人年金 那再來對於重陽節的禮金 我們謝市長主張要從兩千元提高到三千元 老人共餐這樣的一個良好的制度 我們要極力的在擴大推廣 所以當前只有四十幾個據點 我們希望能夠至少每一個里 每個社區都會有老人共餐的據點 增加據點設置輔導 那對於每一個據點的補助 現在只有補助二十五個人 那我們希望能夠加倍 至少補助到五十個人以上 我們對於生育經貸從一萬五提高到三萬 那第二胎就再增加一萬 除了生育經貸以外 對於三歲以下的孩童 如果遭遇到需要住院的話 那可以增加父母親的生活或工作的負擔 那我們對這一部分 我們家寶三歲以下幼童的住院醫療險 對於中低收入戶 他們的國一 小一或是高一 要上學的時候 面臨到製裝 服裝會的需求 在他生活上來講算是一個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 對於小一 國一 高一的中低收入戶 我們補助他的服裝會 每位五千元 同樣強調老人福利跟富幼政策的 現任市長林志堅 透過辦公室主任張哲修表示 過去三年多 市政府積極爭取到中央競爭性補助 高達107億 這讓市政府有本錢 比過去更完善照顧長輩及兒童 社福成績也連續兩年 被天下評為全國第二 張哲修也說 市長林志堅已經多次公開表示 連任之後持續落實五大老人政策 讓幸福延續 凱破新哲萬事聯採訪報導 上班 谢谢观看